在基隆这个事情 因为持续在延烧当中 不要偷笑 毕竟你是顾问管理公司的负责人 你最懂啊 好 猜量行动12天6000连署 哦 这个步骤等等都出来了 那现在呢就讲到说 到底在基隆这个地方 能不能够罢免案过关 哦 民众党是一个关键 那这个也有媒体报道说 因为基隆的副市长邱佩玲 有去跟柯文哲进行一些穿梭 就是游说说 这个不要支持罢免 所以呢民众党 柯文哲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 他就变成左右罢免案 能成跟不成的一个最重要的 在政论节目上 当然要把他讲得好像很严重 哇 柯文哲你好意思 跟谢国良站在一起 不过要讲真心话 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罢免顾问公司 在我被罢免的过程里面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柯文哲有做一条新闻 他说陈伯伟是个很有热情 有理想的这个年轻政治人物 他不赞成这样子的罢免 我还是被罢免掉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民众会有自己的选择 政党领袖政党政治 当然大家会有 要不管是带风向 你说带风向也好 或者叫做领航台湾也好 每个人会带自己的群众 往某些方向去 可是民众还是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也就是说 就如果柯文哲支持谢国良 那就不会被罢免 或者是他就一定都顺风顺水的话 那民进党就没有存 在基隆就全部都撤军了 民进党了以后都不要在那边投了 不是这样一回事的 那事实上蓝白加起来 这一次的选举蓝白加起来 好像比民进党还要多 可是实际上执政最后 这个投票出来最高票是民进党 还是由民进党取得执政权 所以每一件 大家都可以乱讲话 坦白讲我有时候都觉得 这个民进政治走到一个程度之后 是这样 大家都乱讲话 然后看谁信的比较多 或是说看谁讲的是实话 讲的比较诚恳 而且他真的说到会做到 不然的话 你看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干的事情 不是那是啥在互不讲 那只是说民众党的柯文哲 也不要说民众党 我认为民众党在基隆 并没有扎个人生 但柯文哲跟谢国良 在这件事情 他们的因为 这个故事是这样 柯文哲说我们支持 我们不支持这样子的罢免 这对社会没有帮助 后来就想说奇怪 谢国良跟柯文哲是有什么关系 他有必要去帮他讲话 结果后来被发现 从这个选举人士 因为本来 你知道柯文哲要遍地开花 所以他基隆是有提名一个 叫做邱承远的立委 要去选 市长 对啊 2022年 有这个计划 招牌都有挂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民众党 每天都在基隆做新闻 一下邱承远 一下许孝顺 一下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为什么没选 为什么不提名 因为他的提名一定是提市长拉议员 然后提总统拉立委 其实就是小党的策略 这个很好理解 邱承远后来突然不选了 所以就有人推测说 是不是跟谢国良巧好了 这是一个推测 然后再后来呢 有一个副市长叫做邱佩玲 邱佩玲呢 是东森集团整合行销总经理 这个人选是柯文哲跟谢国良 沟通的结果 这是媒体丢出来的消息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新闻 他要跟大家讲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是支持方 那个应该说支持谢国良 反对罢免的 那么好像基隆本身就不太 好像不容易过 可是其实坦白讲 是有没有柯文哲 本来基隆的结构 就是比较蓝一点 其实我 对罢免来讲 第三势力的发生 尤其是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的支持者 是很有自主性的 所以第三势力的 政党领袖不见得能够影响 他的支持者的投票 他反而会觉得 我管你讲什么 我开心同意 我开心不同意 不过最后做一个总结 看完 这一阵子基隆的事情 你会发现以前 林又昌跟曾文燦 真的很厉害 因为在这一些地方 他的结构性是比较 我们坦白讲 觉得比较国民党 本土派的这些人 他们居然有办法拿下来 而且是拿两届 在2018最困难的时候连任 我觉得基隆跟桃源的民党 应该要学习他们两个 怎么样拿下这个地盘 怎么样继续好好的经营 没错 我要再称赞一下林又昌 因为他前天在立法院里面 被巡台上面 面对黄国昌 然后他说 委员你可以小声一点 我都听得到 很勇敢 然后整个执询 结束了之后 林又昌还很感谢 委员今天跟我们理性讨论 哇塞 然后全程都没有动气 我觉得林又昌的表现 加分 好 楚音要不要短评一下 罢免案 罢免案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说 我现在很佩服3Q 都一直不断地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烟 一直用拿自己的例子 其实我坐在旁边都于心不忍 其实会心疼啊 对我真的是 姐姐我真的是 有点落泪 昨天叶元芝说 一年多就在罢免 民进党不知道在搞什么 我上任五天就被罢免 就在弄 真的 所以你说 到底是谁比较心狠 比较心狠熟啦 我只短评一个是说 如果你以这一次的立委选举来讲 郑文婷虽然没有当选 但是他的票数也拿到6万多票 我们都知道 过第一阶段只要3万多 所以 这个跟柯文哲的 这个到底小草有没有作用 可能后续会有结果 但是我讲一下这个邱佩玲 邱佩玲事实上 大家继续去Google 好不好 我今天就告诉大家 其实有的时候认真一点 就会知道 2015年有一个叫做双城论坛 邱佩玲穿梭两岸 是2015年的中国时报的新闻网 当时邱佩玲 那时候就是在帮柯文哲 做两岸之间的穿梭 商业代表 对 商业代表 然后包括 像柯文哲宣布要参选总统的时候 的那一场 有没有 在风雨中 邱佩玲坐在第一排 所以你就知道 他跟这个确实 他跟这个柯文哲的关系 非同小可 只是还是回到那一句话 就是说 人在做天在看 就像我们开场讲的 连马祖都知道的时候 基隆民众 眼睛也都是血亮的 小草你也许有他的 这个所谓的5%啦 1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罢免过关 这5% 10%是不是关键呢 只要你讨厌谢果良 真的觉得你去过关 做得烂的人出来 那一样会有机会过关 所以谢果良 你不要认为 靠着柯文哲就有用 因为基隆的民众 看不下去 才是最真实的反应 没错 一切都是由基隆人民 自己做出决定